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相当不错了 到这样的程度 特别反手 反手很漂亮 发力 那么我初步看了一下 我觉得你主要有三个问题 先我们看一下你的发球 你的这个发球姿势啊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你没打球之前 你已经把你的整个都量给对翻了 这个问题原来还没有想到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余地了 你没有用上腰部 没有带动你的手臂 然后把这个球积出去 所以你这个动作看起来是脱节的 你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步法 就是慢 慢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 就是你首先你启动 启动的时候啊 你没有用上小腿跟的 踝关节的力量 第一步没有突然的爆发你 你没吃上劲 所以呢 没有速度 没有加速度 你只能是抬腿脉步 这样就很慢 再一点呢 你的腰部啊 你的腰没有很好的衔接 你看你注意看你的正手 你都是正面 腰部肌部没有动作 没有用上 没有蹬转 像后场球你没有蹬转这一步 还有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小腰 你注意啊 你的反手球发力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个卧拍上 你能够再细化一下 你就会更好 你注意看 刚才这个动作 停住一下 击球完以后 你的那样的握拍的手型啊 你注意 哎 好 停 你看 你的这 紧紧的这样子拽在这 你只可以出一个球比较有把握 就是斜线球 搁在这个拍宽上 那么如果你能够稍微的调整一下 把这个手再放得灵活一点 你可以击直线球 后场球 前场吊球 你就很随意 对 首要的 你只要记着 你不能够面对碗 你要用你的左肩对碗 发球之前 那么不管是你发右场区 或者是你发左场区 左肩对碗 站的时候是钉字形的站位 我的身体中心发球之前是在我的右脚上 那么我吃拍准备 自然 这样的话 你的对手不知道你要打什么球 不是像你一来就这样子 暴露 暴露 那么你侧身对碗 然后当我的手 你看这个手一放球 放球的同时 我的身体往前一 同时腰开始转 带动 然后 腰转 转 转 转腰开始带动手背 引拍 引拍 转体 击球 引拍 转体 击球 你任意发哪一点 对方是接 他是等于被动的去接你的 你是主动的 意愿的这样发 一定要要强调一个隐蔽 发球的动作一致性 我这个发了一个高远球 然后我再一转身 我发一个小球 平高球 我还可以再 平射球 你试一下 还可以再侧一点 你这个钉字形的站 首先你站位要 就站成这样钉字形 钉字形 对 把左肩对碗 这个后面的手 这个拍子可以放上一点 都在这 对 好 对 好多了 开始 走 好 开始 好一些 然后注意把下一个 ok